另外洛杉矶公共健康部门今天公布了一项新的调查 指出洛杉境内成人罹患肥胖症的人口正在急速地增加 尤其近14年以来成人肥胖症的人数暴增了74% 而肥胖致死的案例也越来越多 甚至快要超过吸烟致死的人口 肥胖不是病吗 可是胖起来可是会要人命的 洛杉官方报告指出 近十年来洛杉罹患成人肥胖症的人口越来越多 严重者还可能自死 为了让更多居民提高警觉 洛杉即日起发起选择健康饮食的宣传活动 民众可以上网计算每天饮食摄取的糖分及卡洛里 避免吃多过胖 数据还指出目前一般餐馆提供的份量是正常饮食的四倍以上 建议民众仅谨慎摄取 把多余的事先打包 避免一餐吃太多危害健康